这两天本土确诊的案例看到一字头我们整个疫情有趋缓的状况 那苗栗的这个移工相关的群聚疫情 这个王毕胜果然毕胜也控管了这一个相关的危机 然而另外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压力是疫苗 现在国产疫苗包含高端跟联雅都是蛋白质疫苗 那未来可能免疫桥接对比AD的效力 那另外一个国际的疫苗是MRNA疫苗 包含了辉瑞BNT也包含了Moderna 今天都有最新的发展 是BNT今天最新的发展是陈时中已经讲了说 永林是希望说将来疫苗能够进来之后留一部分给鸿海继续打 那陈时中说这个是讨论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文件 然后先前对于BNT呢 陈时中昨天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已经不要原厂证明书了 只要有原厂供货证明 但是原厂供货证明 然后上海复兴就出来喊话了说还是要跟他们谈 陈时中今天也回应下去说 这个东西呢 他认为他会尊重上海复兴的宣称 希望他是商业行为 不要阻拦台湾的这个购买疫苗 所以看起来这件事情 BNT这500万 红海的这件事情 好像在继续进展之中 可是这一下子就引起了疫苗施打之乱 就炒成疫团 当然是分配的数量 施打的顺序 通告的方法 全部又变成是疫团的大战了 这原因是什么 11号的时候呢 开始在网间的时候 中央指挥部中心告诉各县市说 将有50几万 到目前是66万计 要分配给各县市 开始进行施打 可以下去之后呢 有的县市呢 比如说像新竹市 就开始可以公布 告诉林里长去发了通知书 哪些人可以打 你到哪边去打 桃园市那天就已经公布了 哪个地方 哪个学校借出来 是那个里的 那个地方的打的地方 然后高雄呢 说12号早上 就可以开始施打 那可是一方面呢 有些地方就乱成疫团 乱成疫团里面 台北市首当其售 所以柯文哲呢 非常的不高兴的 在记者会里面讲说 如果说政治上有内线交易 不知道是什么罪 你呢 我还这个数量数字都搞不清楚 结果你们下面都可以安排 他就认为说 有些人是有提前之道 有大小业 就开始炒下去 到了今天黄珊珊呢 这件事情还继续炒 黄珊珊呢 拿出她的手机 说里面呢 你看有陈思忠打来电话 但是未接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 接了也没有用 有私心和私欲的人 必遭天遣 然后这件事情 到底会怎么炒成这样子 黄珊珊是这样说 就是11号那天下午 早上的时候 视讯上 不是每天早上 视讯会议里面 就讲说 开始要发送疫苗 然后又怎么样 可是也没讲说 要发送多少剂 要怎么样 他说我没有数字 我怎么去做规划 到了下午4点02分的时候 收到email 指挥中心的email 就跟他讲说 要给你们多少剂 然后5点的时候 要你交出来 你要分发到什么地方 黄珊珊说 他根本措手不及 所以会看到说 现在为了这个打疫苗 这个短暂的 这60几万剂 怎么分配 打给谁 然后地方上又开始了 大家就拼命在比较 哪边打得好 哪边打得差 哪边准备得好 哪边准备得差 就变成是一场疫苗 打下去的一个口水大战 打开